起床了,洗漱完了 在我住的農家院的小房间 一共可能就七八个平米 公共的医生间 这样的房间现在的价格是一百块 如果在网上订可能要一百二一百三 直接打电话给老板订了 每天早餐,西饭,包子,还有馒头 加一个鸡蛋 这样一共十五块钱 天晴了 还有雪花要不止速速的往下落 今天是来到北拉湖南水的第三天 大家介绍一下到这边来住宿 住在这边的门家院 似乎比较经济实惠的 平均一天一百块左右 然后一般都有车 往返与雪场之间接送客人 还有一种就是住在雪场附近的酒店 有北美市光星空营度假村 星空营的话也是比较划算的 它一般是四人间 如果几个朋友一起居住 四人间可能连雪票在一起一天是一千多 一个人平均就是两三百 就非常划算 再有就是高端品牌 Club Map 比东海俱乐部 那边是移驾全包的 也适合一家人去度假 但是价格相对较高 还有一种选择 如果是自驾的话 也可以住在北拉湖的镇上 但是那样就比较远 每天要往返一些长十几公里的路 今天第一趟 今天租了一个头盔 从中马最后试到了S马 头好小 先做这个一锁 从初级道开始划 划一划再做新锁 去阳光大道 最大的 却没能陪我 到下一个冬天 我来那边吃了一个饭 像是随在草原上的风 就是说的 是随价 还没有 是随价 随价 也还没有 老师 小学思想 在明明里 被人家極了 老师 里的民家 中文字幕——YK